大家好 我是阿信助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遇過滑鼠在使用的時候 你按一下 結果呢 它在螢幕上出現的反應是按兩下 那麼這種情況出現了 就表示這個裡面的 按鍵 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把它做更換 那我們要怎麼做更換呢 今天就讓各位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它 這個滑鼠拆開 並且更換裡面的 按鍵 那首先呢 要拆開滑鼠 我們如果把滑鼠翻過來你會發現 這看起來好像 都沒有任何的 螺絲 那因為呢 它的螺絲其實是隱藏在這些 這個電片裡面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 先把這個電片呢 把它拿起來 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電片 下面呢 就出現了一個螺絲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把這個螺絲把它懸開來 懸開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 把這個滑鼠打開 那這滑鼠打開的時候 所以你要注意喔 它的螺絲在後面 但是呢 在前面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個卡榫的 它是一個往前的卡榫 所以我們要 往後面稍微把它 往後扯 才能夠把滑鼠的蓋子 把它拆下來 那麼滑鼠的蓋子拆下來之後呢 各位就會看到這裡面呢 就像是一個 裡面有一個電路板 那麼 這個我想 這個你看喔 這兩邊 這兩個呢 就是 我講的 微動開關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 置換的目標 那理論上呢 這兩個開關 顏色應該是要一樣的啦 那這顏色不一樣呢 表示說這個 應該以前我曾經有替換過了 所以它這次應該是我 第二次 對它做維修 好 那麼要把這個電路板 拿起來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中間這個滾輪 把它拿起來 所以呢 這個要拿的時候呢 要稍微 OK 它這個 有些是可以拿的 那像這個呢 它是沒有辦法拿起來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電路板呢 把它拿起來 我看一下 這電路板 這電路板上面似乎沒有螺絲起子 那我就 我就是 OK 它可以這樣子把它 翹起來 因為它在這個電路板的這四個點上面呢 都有一個小型的 小型的 塑膠 塑膠孔 OK 那我把它翹起來之後呢 整個電路板呢 就可以拿起來了 只要我們把電路板拿起來呢 只要我們把電路板拿起來呢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 解焊 把這兩個switch呢 做解焊的動作 那麼這個 這個 所謂的微動開關呢 你如果去光滑商場購買的時候呢 你如果去光滑商場購買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呢 就是微動開關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只要把 這個是滑鼠的左鍵 這個是滑鼠的右鍵 那通常呢 會出問題的地方呢 就是滑鼠的左鍵 我們現在呢 就 只要把這個替換掉呢 你的滑鼠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示範 那因為這個電路板上面都有零件所以呢 當你把它翻過來呢 它其實非常不好固定 那麼我通常呢 都是會找一個 比較 重的東西 稍微重的東西 稍微把它墊一下 這是比較 客難的方式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呢 會需要一支 落鐵 那要做這種 替換 電路板上零件的工作呢 去購買一支落鐵呢 是必須的 好 那麼現在呢 既然要把東西拿下來 一定要先對它 做解焊的動作 也就是把這個焊錫把它融掉 那融掉 它焊錫融掉之後 你要用一個 這個叫做 我們這個叫做吸吸器 這個吸吸器呢 在焊錫融掉的時候呢 可以很快的把它吸起來 所以呢 它一吸 我們這個上面的吸球呢 就被 吸走了 那我們連續做這樣的動作呢 做三次 因為一個 每一個 Switch呢 它都有 它都有三個 都有三個接點 現在我們來做最後一個解焊 好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這邊三個接點的焊錫呢 都已經 被我拿掉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只要稍微用手呢 在這上面 搖一搖 然後 它就可以 被拿下來了 它就可以 OK 現在呢 這顆舊的 有問題的 微動開關 已經被我拿下來了 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 新的微動開關 把它換上去 那麼換上去的時候呢 各位要注意 要換上去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是有即興的 也就是說 你看它按鈕的地方呢 比較高的地方呢 必須要跟 上面電路板的 符號 要是一致的 所以它現在畫的地方呢 畫白線的地方呢 在前面 那麼我們有按鈕 比較高的地方呢 也要跟它是同一個方向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呢 我們 要把它固定起來 因為你如果手 你如果不固定 它可能會 鬆脫會掉 因為現在還沒焊好 所以呢我通常都會 找一個東西 把它固定住 好 好 那我們呢 稍微給它焊一個小點 為什麼只要 為什麼要先焊一個呢 因為 有的時候你固定的不是很 很好 所以 它可能會浮高 好 我們先焊一個點 只是讓它好固定 接著呢 我們把這個焊息融化之後呢 再把上面的 元件把它壓回去 把它壓得更貼近電路板 在這個 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焊另外兩個點 這個時候另外兩個點 我們焊下去的位置呢 就是完全貼近電路板 就不用怕它在焊接之前呢 它就會鬆脫了 你就不用怕它在焊接之前呢 因為我們在第一個焊點的時候 已經把 元件 牢牢的固定在電路板上面 OK 基本上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 置換 Switch的動作 那麼 再跟各位講一次 這個Switch呢 我們叫做微動開關 在光華商場呢 都可以很容易的買得到 那單價也不高 所以呢 各位就不需要再為了 這個東西故障 而去花幾百塊錢 買一個新的滑鼠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電路板呢 再裝回去 裝回去 要找到 正確的位置 裡面如果有卡榫的地方呢 需要稍微撕一點力 好 最後呢 要把滑鼠的蓋子蓋上去的時候 別忘了 這個前面 滑鼠的蓋子前面呢 都有一個 往前的卡榫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先把前面的這卡榫 先把它塞進去之後呢 才能夠鎖後面的螺絲 OK OK 好 那麼 把前面的卡榫卡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再把 螺絲再鎖回去 那麼最後鎖完螺絲之後呢 如果這個墊片 還是好的的話呢 你可以試著呢 再把它像我一樣再把它貼回去 那麼 根據我的經驗呢 通常你把 墊片 拔起來之後呢 通常它是 非常的 殘破不堪的 那麼 再貼回去的 機會也不大 那麼像這個例子呢 是剛好比較幸運 否則一般我在 維修其他滑鼠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不會再把墊片再放回去 那麼 我們 待會呢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滑鼠是不是恢復原狀了